台中荣种的粉丝们大家好 那我是台中荣种传统医学科孙晓如医师 那每到夏天家长就会带小朋友来接受三服帖的治疗 那家长自己也会来接受这样子的治疗 那究竟三服帖是什么有什么样子的作用呢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传统医学科的周 书惠医师来为我们进行讲解 大家好我是传统医学科的周书惠医师 那我们在介绍三服帖之前呢 我们先带大家来认识什么叫做三服帖 那三服帖呢它指的就是有初服中服跟末服 然后分别就是我们在夏至以后的第三个更日 第四个更日还有立秋以后的第一个更日 那所以这个日期呢每一年都会有变动 那大家可以翻找我们的农营历 就可以知道到底是哪一天 那三服帖 然后这三服帖呢 是我们一年之中最热的三天 然后我们的三服帖就是在初服中服末服 这三服帖的时候 我们用新温的中药 然后把它调制成中药饼 然后服帖在穴位上 那经由皮下的吸收还有穴位的刺激 可以达到温阳散寒的一个作用 可以减少或是预防冬季容易发作的一些慢性病 了解那就像中医讲的一个冬病夏至的观念 那哪些人是比较适合三服帖治疗的呢 三服帖它可以适合使用在两岁以上的儿童 或者是成人 那我们一般常会用于治疗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例如说过敏性鼻炎气喘 或者是慢性的一个支气管炎 或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等 那一些体质比较虚寒的族群呢 也可以适合使用三服帖的治疗 那哪些人是比较不适合进行三服帖治疗的呢 我们主要可以分为四大族群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疾病发作的时候 例如说发烧啊 或是有个急性的感冒 急性的感染的症状的时候 那第二个族群的话主要就是说它的皮肤的状况 如果属于比较容易过敏 或者是在我们要服帖治疗的地方 有一些伤口的话 这样也不适合做三服帖的治疗 那第三个族群呢主要就是说它如果有一些严重的心肺的疾病 例如说有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 就是控制不好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说它有比较严重的一个肺部的疾病 也不适合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在我们两岁以下的儿童 还有我们的孕妇也不建议使用这样的一个三服帖的治疗 那如果我们接受了三服帖治疗之后 有没有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服帖的时间 并不适合太久 一般我们建议是二到四小时就可以 那在服帖的时候呢 我们的皮肤可能会觉得有一些骚痒或是灼热的感觉 那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 一般并不需要特别的去处理 它自然就会消退 但是如果说这个灼热的程度比较严重 或者是说皮肤有起一些水泡的话 那就要立即的把这个药柄拿下来 不适合再继续贴 如果真的发生小水泡的话呢 一般这个小水泡它会自行的吸收消退 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去刺破这个小水泡 但是如果说这个小水泡 这个水泡呢 它是属于比较大的 或者是说它消退的情形比较缓慢 那我们就会建议说 患者还是再回来给医师评估一下 看需不需要做什么的处置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要避免在服帖的时候 进行一个激烈的运动或是游泳 以免这个药柄掉落下来 那就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疗效 那再来就是说第三个就是 我们在服帖治疗的期间 48小时内呢 我们建议患者是不要去摄取一些 比较冰冷的食物 或者是洗冷水澡 这样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那如果说是 食物的部分 我们也建议说不要再摄取 过多的一个燥热性的一个食物 一般我们还是以平性的食物 是比较适合在这段时间去进行 饮食的一个注意的部分 才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一个 三伏贴的一个治疗 感谢周医师的讲解 让我们更了解三伏贴的应用 还有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粉丝的聆听 拜拜